你好嚣张啊 擅闯大将军府竟然如入无人之境 大将军 外面传言说你自始功高 全然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今天看来果然一点不假 大将军 你误会我了 我刚在门口跟他说 要进来见你们家大老爷 他不晓得哪根筋打了结 死都不让我进来吗 所以你就硬闯 以我跟水仙的交情 也不算什么嘛 你对我这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辅政大臣 都敢如此造次 那别人不是让你欺负得更惨了吗 我哪有啊 不会了爹 碧衣他从来不会欺负好人的 就是嘛大将军 碧衣他只会欺负我 不对啊 水仙 你冒我是坏人啊 你瞎搅护什么啊你 刘碧衣 你老实说 你到底有没有假冒黄增孙 我 我几日记电视 解释到嘴巴都已经快烂掉了 你是不是因为不满太监总管的任命 所以才想出这招啊 大将军 怎么会把两件不搭嘎的事情扯在一块啊 因为确有这种嫌疑 我到底要怎么解释啊 我 我头要爆炸了 大将军 你忘了 碧衣几次挺身而出 为了你们家的事 差点赔上性命 像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去冒充谢黄的呢 对啊 爹 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 碧衣他虽然外貌痞 可是他天性纯良啊 是啊 我 我 我读圣贤书所谓和事 不外乎忠孝结义而已 又怎么会忘记 碧衣曾舍身取义的事呢 我刚才不过是试试他的口风罢了 这么说 大将军您是相信我的了 不过碧衣啊 你知不知道你做人的毛病在哪里 为人不可锋芒太露 不知道桃光养晦的人 迟早会被别人妒忌 遭人暗算的 你懂吗 越是功高 就越要谦虚 古往今来 凡是被认为功高镇主的大功臣 都没有好下场 换成了道理 真是复杂 殷衣 我一个人相信你没有用 朝野上下大多数都认定 你跟此事脱不了关系 人言可畏啊 我看 你还是先回渡城去避一避风头 至于朝中那些对你不利的言论嘛 老夫再慢慢地想办法化解吧 你要我回渡城去 怎么了 没想到 我现在连太监总管也没得当了 时间不早了 你也赶紧回去休息 明天一早就动身起沉吧 可是我 谢谢大将军 那我们先告辞了 走 可是 沈君 殷衣 你千万别泄气 这件事情一定会追向大白的 到时候 到时候什么 反正我天生就是小破魂的命 不管我再努力 再奋发向上 最后还不是一样一场空 碧衣 你千万别这么说嘛 要不然我先陪你回渡城 然后 不用然后了 我看你以后 还是不要再跟我这种 没有出息的人混在一起 碧衣 姑奶奶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喝 干什么你 碧衣没回来 走不了不是 碧衣 回来了 走 赶快走了 干嘛 走 走了 碧衣 我 我陪你一起去渡城吧 干嘛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一直缠着我呢 大娘二娘 我们走吧 碧衣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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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要走呢 各位大哥 你们还是不要理我好了 免得惹祸上身 大哥 你别走啊 大哥 你走了 我们兄弟怎么办 是啊 我们找谁去啊 随便找谁去 事情怎么样了 可惜啊 未经全功 我们五百官 本来都要追究到底的 但却被霍光 一手按了下去 这帮人真是太可恶了 不过嘛 虽然没有害得刘病已被杀头 但是他在京城 已经混不下去了 现在 他一定会逃回杜城 来避难 等他回来 我先杀了他 然后 再慢慢收拾祸光 大娘 我们去前面休息一下吧 好啊 走吧 大娘 二娘 这边 谢谢啊 谢谢啊 病已 病已啊 国大娘好 国大娘好 你好啊 陈狗 好久不见了 最近手气怎么样 一般一般啦 你好像都没有变哦 老样子 哪像你啊 在京城混得是有声有色的 对了 你们回来 怎么也不先通知我一下 好让我这个做兄弟的 为你们接风洗尘一番吗 不用客气了 那老程 要不这样 你们啊 慢慢地回来 我先回去 私下通报一下 小大伙们好好准备准备 不用了 真的不用麻烦了 不麻烦 就这样 我先走了 请走 碧云 你看 还是咱们杜城的人 有人情怨的 喝茶吧 可爱的杜城啊 我们又回来了 大娘 二娘 我们走吧 好好好 快走 快走吧 这城变化得还蛮大的嘛 就是啊 咱们杜城的大名人回来了 欢迎刘病理 再会把香 谢谢 谢谢 甲黄曾孙冒牌比赛 代表杜城 勇都第一 匹子皇帝为夫出巡 这 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未免也传得太快了点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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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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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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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王泽盛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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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输了 这黄曾孙啊 假的就是假的嘛 又输了 哎 好啊你成功 往我办当兄弟 你不但凭我说 你要帮我接风洗尘 还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取笑我 啊 哎 碧盈 你别这么说嘛 我 我都心算 也是为了赚钱 为你接风洗尘嘛 都怪这假黄登孙 这太没用了嘛 就是 哎 碧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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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不要生气嘛 大家 只开个无伤大有的玩笑 再说 这也是一种 接风洗尘的方式嘛 哎 你们说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啊 是啊 碧盈 这种方式最适合你们过了 你是我们渡城的大火宝 你这次回来 我们大伙真的很高兴 是不是 哎 是啊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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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只是个火宝 哎 这摊子还挺牢靠的 洗一洗还可以再用 哎呦 两位太后娘娘 准备卖豆腐了 哎 这两位可是渡城的大名人 这叫做太后豆腐啊 哎 嘿嘿嘿 那卖豆腐的 就不叫豆腐西施 啊 改叫豆腐太后了 哎 哎 哎 而且是皇家御上 童所无亲啊 哎 是吧 哈哈哈哈 不要你们尝尝老娘的臊板工 这才叫童所无亲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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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咱们今天不卖了 好不好 哎呀 连累大娘跟二娘跟着我说文句 我真是没用 可爱的监狱 温暖的故乡 只有你 才能安慰我这颗 寂寞凄凉的心 我说吧 刘兵仪 你到咱们渡城 准得到咱们这儿来 对不对啊 喝酒喝酒 来 来 喝 不行 上啊 上啊 上 螃蟹一啊 爪八个 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眼一急啊 过一缩啊 爬呀 爬呀 过沙河 四肢杀啊 七个桥啊 六六顺 四肢材 三心招 四心招 喝喝喝 说说说 好哥 对对 黄泉酸 我关键你呗 对你呗 不会吧 连你都取笑我 他们怎么会取笑你呢 他们是赞美你 碧尼啊 你来到这渡城之后啊 那是大街小巷 那是笑声不断的 好 厉害啊 来 喝 喝 来来来 对了广海大叔 你不是做那个什么 县官吗 为什么还在监牢里啊 别提了 不提了 不提了 这县官是当了 我在那衙门上一坐 变了 不对劲 就不如到咱们这来 跟弟兄们在一起 现在也跟黄泉酸一样 成为金老人 死为金老鬼 笑什么事 没出息的 徐大娘 别来无恙啊 哼 小心小心 你说说你 县衙公堂上 有多少公文 等着你去批语 你却在这儿 跟一个没出息的骗子 一块喝酒 你是不是也想 跟他一样没出息啊 你怎么能那么说 病也呢 我怎么说 他就是个骗子 我早就把他给看透了 你说 他是不是骗子 你别那么说 他不是 他是不是骗子 他不是骗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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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 他是骗子 走啊 他是骗子 走 走 走 王爷 金城的消息怎么样了 亲密王爷 还是闹得乌烟瘴气 简直不像话 连个柴探司的大魏 都敢出来争皇帝 还有没有人把我这个 最有资格的 广陵王发的眼里啊 王爷 最近 真命天子即将露脸 再静止传的凶啊 什么 刘病尹的骗局 不是已经被拆穿了吧 王爷 属下说的并不是 刘病尹的事情 而是听说 京城许多巷事 争相发出一招 是今小名 屈之若物 那有没有传说 谁是真命天子呢 这倒没有 哼 不过王爷 明细可用 现在那刘鹤 既然已经下台 纵观皇室贵族 就是王爷您 最有资格做皇帝了 哼哼 那些街头巷水 说的真命天子 我看 指的就是王爷您啊 哈哈哈哈 刘弗 备车 是 我要去惠惠 霍光这个老贼 天子之卦 真命天子就要出现了 算命的 你给我算一下 现在这个真命天子 在京城哪个方位 客官 这么细微的问题 恐怕我无法回答 行 没问题 我算 我算 听听听 听 真命天子现在不在京城 不过应该很快就要出现 你说 真命天子现在不在京城 你们搞错你 绝对不会错 你的意思 这个京城里边 就没有半个是真命天子 挂上是这么说的 你这招负术士 你妖言护着我 你 那 丙大人请 对啊 大将军 丙老 里边请 请 老家丙大人匆匆赶来 真是不好意思 大将军不必客气 什么事情这么紧急 丙老 你猜我今天上午看见谁了 看见谁了 广陵王刘须 刘须 他又入京干什么 那一 丙大人看 他此次来京能有什么事 莫非 又来争夺王位 正是 我看他图谋甚急 看来我们要加快寻找 黄曾孙的脚步 哎呀 都怪我 当年把黄曾孙给堪丢了 丙大人不必再为此事自责 为今之计 我们要赶紧找到黄曾孙 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 大将军所言甚许 事不宜迟 我俩赶紧分头洗动 不然 老爷 外面有个叫王广林的求见 王广林 说到就到啊 去告诉他 不见 是 老爷 他是想 托我 帮助他登基 想都别想 以后再来我还是不见 告诉他 是 老爷 哦 林老 里边请 请 老爷今天不见客 好你个祸 王 你敢如此对我 等我登上王位 我要你好看 不知道是那个兔崽子害我的 害得我观作不成 回来杜城都被人家笑 没有知道是谁害我的话 我一定痛打他一顿 杜城都混不下去了 想不到天大地大 竟然没有我刘碧衣容身之处 我看 乌龙月就是我最后的归宿了 师父 不会吧 师父 连你都取笑我 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 没想到 师父你也笑我 早晚三大笑 通天 通地 通便 啊 真的很通 师父 通天通地都很好 可是通便我不需要吧 不对 你心里有烦恼 会便秘 原来如此 师父 师父你真厉害 你知道我有很多烦恼 跟我做好 嘴张大点 有个屁用啊 有个屁用啊 要用心 不是用嘴 怎么用心 你的心 有烦恼 烦恼生烦恼 烦恼再生烦恼 越来越烦恼 所以 把心里的烦恼 黑黑掉 没有烦恼 就不会再生烦恼 没有烦恼 就不会再生烦恼 那师父 他们都在笑我 你会不会笑我 放空 练功 啊 career 我要先回家去看看 我去看师傅 看师傅 你是去看刘冰宜吧 你才是要去看刘冰宜呢 笑话 我干嘛去看她 冰宜 谁呀 胡大娘 平均 胡大娘 冰宜呢 冰宜啊 一大早就出去 不见人影了 水仙 水仙啊 你也回杜城了 大娘 冰宜呢 冰宜啊 冰宜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你不是说 你不会来找冰宜的吗 那你呢 你还不去跟我一样 娘 我回来了 女儿 我回来了 我的宝贝女儿 宝贝女儿 你终于回来了 哥把娘想得好苦哦 娘看看 天哪 都瘦了 你看看都瘦了 娘你瘦了好多 你还好吧 娘 好 女儿 可好了 宝贝女儿 你立了大功 让你爹当上了大官 那个不争气的死老鬼啊 整天不干正事 就在牢里头大屁 哎呦 可气死我了 也枉费了你当女儿的一片孝心了 娘 其实 其实也不是我立的什么功 都是刘宜宜啦 哎呦 少提她了 娘都知道了 真的 你都知道了 对啊 这个刘宾义呢 又被人陷害 差点连命都没了 怎么是差一点呢 哼 真是太可惜了 娘 你怎么这么说话嘛 她就是被冤枉的嘛 什么 女儿 哎 乖女儿 你怎么替她说话呢 娘早就听说了 这个人渣 把脸都丢到京城去 把咱们渡城人的脸 全都丢光了 哎呦 哎呦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嘛 哎呦 死丫头 哎呦 破丫头 哈哈 爹 爹 爹 回来了 哈哈哈 爹 爹 有没有看到刘宾宜啊 哎呦 哎呦 刘宾宜啊 啊 啊 你是说咱们的黄曾孙啊 爹 连你也笑了 开玩笑啊 好 这种假冒黄曾孙的事情也可以开玩笑的 娘 你也是被冤枉的 嘿 我才不认为他是被冤枉的呢 那 这个人渣在咱们渡城的时候啊 就不学无术 竟敢些偷懵坑拐 不入流的勾搭 哎 这回被他跑到京城去了吧 啊 舞台变大了 那种更夸张的狗屁刀糟的事情 他也干不出来吗 这个假冒黄曾孙的事儿我看啊 就是他自己一想天开 闹出来的丑闻 娘 你根本就不知道刘宾宜的优点 嗯 闺女说的对 闺女说的对 嗯 狗人鱼 大德 越鬼 小德 猪猪 可以 指的 指的就是刘宾宜这种男子汉 你别看他 平常啊 不拘小杰 可是 到了大中大义的时候 咱们刘宾宜也 你老鬼你懂什么 嗯 嗯 嗯 嘿嘿嘿 其实你说的更对啊 嗯 刘宾宜他平时爱开玩笑 又有向全市挑战的习惯 所以他 他 他这次跟朝廷 开个玩笑 我觉得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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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拘小杰的开个玩笑 呦 这个玩笑要是开下去啊 那是被杀头的 这是欺君大罪 要灭九族的 任何一个亲戚朋友 要是被牵连进去 都幸免不了的 哎 女儿啊 你千万要跟那个人渣撇清关系啊 要不然连累自己 赔上性命 娘 你怎么这么没有义气啊 哎 怎么样才叫够义气啊 哦 连我跟你爹的老命一起送上 这就算够义气了 根本就不会这样嘛 你怎么都知道不会这样呢 哎我告诉你啊 你从今往后 就必须跟他划清界限 断绝往来 娘 爹 哎呦 宝贝女儿啊 你忘了 你三岁的时候 就像是说 说你是皇后的命 好了好了 这种成年就绪 你还总是在提 你烦不烦呢 本来就是这样嘛 哎呀 反正啊 你必须嫁给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反正你跟你爹说破了嘴皮子 我也不会答应 反正你必须跟那小皮子断绝往来 反正啊 反正反正你就别被反正了 反正啊 我明天就要去找他 哎平君啊 这真是 很好 易晶晶 第一层 练成 一层 啊 一层 二层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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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 讨厌 你干嘛暗算我 我哪有暗算你啊 不是叫你不要跟来的吗 谁是我跟你来的 我是来看师父的 兵姨啊 你练什么功啊 好厉害啊 我在练乙晶晶 乙晶晶 师父好偏心啊 为什么教你不教我啊 这种东西是要靠自己的 师父只能带进门 要修行 就看你个人了 如果你想学的话 不如跟我学吧 跟你学 你行不行啊 坐下 哦 双掌向前平身 跟着我啊 好厉害啊 你在干什么 你 好啊 你们这对狗男女 喂 你干嘛这么粗鲁啊 你 你们两个狗男女 光天晃日之下 竟然在这里抚摸 你们犯了妨害风化之罪 我要把你们偷偷关起来 不 是分开关了 原来 你吃醋啊 我吃你的头啊 你看看你自己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女人味 难怪碧衣不喜欢你 你 你 刘碧衣 人家真的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吗 你刚刚把人家弄得好痛啊 我哪有啊 我刚刚打得好痛啊 真的有吗 有吗 平常打打杀杀的也没见你喊痛 碧衣啊 刚刚练功的时候我也碰到 真的吗 你看看 这边 这边 过来了 这边 过来 这里了 我这里 这里了 过来了 过来 过来 师父 师父 出家人 心地清静 这样不好 师父 师父 对了 师父 刚刚你教我那个 放空 练功 我都照做了 结果 好像真的是身心非常的舒畅 前所未有 师父 可不可以多教我一个口诀啊 记住 痴迷 不好 师父 痴迷 不好 破水 都是你 现在好了 师父 误会我们了吧 我们本来好好的 你来才弄得乱七八糟的吗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什么不是吧 本来就是嘛 就是你了 我怎么了 破水 你男人婆 你就是破水 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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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美女人为的男人婆 火力机 小火力机 男人婆 男人婆 火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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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婆 火力机 好了别吵了 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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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别吵了 听清楚啊 其实我喜欢的人是 谁啊 我喜欢的人是 你是谁啊 石灸魔空 师父 你 你喜欢那老托驴 你喜欢师父啊 我跟师父都讲清楚了 从今以后 我要斩出六根 要归于伯门 你想当和尚啊 是啊 又怎么样嘛 别想到我刘碧影在外面混那么多年 到最后 我竟然一事无成 回到老家渡城 还要到处被人家嘲笑 天下之大 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容纳我刘碧影 只有在这乌龙院里 师父他不但没有嘲笑我 还一直夸奖我有慧根 有天分 看来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找到一点点的自尊心跟成就感 所以 我一定要出家当和尚 我要跟随师父 到处宣扬佛法 碧爷 你得好好想想嘛 就是啊 你得想想看嘛 好了 不要再啰嗦了 走吧 等我在佛法上功德圆满之后 我一定会先回来引渡你们两个的 走吧 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以后不希望有人打扰我清修 为你 大娘 二娘 平之水仙 你们俩怎么了 我知道了 肯定是碧姨欺负你们俩是不是啊 不是啊 是碧姨 碧姨他要出家了 他要出家了 我要出家了 碧姨 两位大臣 我从小出生在狱中 得以大臣暗中相助 把我送出大牢 还在外面给我找了一个奶娘 那奸人得逞 害得我跟奶娘无处藏身 奶娘知书达理 教我读书写字 才培养出我现在这样一个知书达理之人 真是天造误人啊 好了 别说了 来啊 给我拖下去到二十道百 逐出古门 等等 等等 大人 我说错什么了 错了一塌糊涂 说不定我真的是那个黄三孙的亲弟弟啊 压下去 不行 我还要说 我 大人 大人 等等 我还要说 大人 禀大人 请 真没想到 自从刘病以冒充事件之后 竟引起这样的效果 是啊 这投机的人还真多 广陵王那方面的压力越来越紧迫 我们要再找不到黄三孙 那就难以阻挡刘须进军大宝的企图了 请 霍大将军 禀大人 大牛 拜见霍大将军 禀大人 免礼 免礼 谢大人 大牛 你怎么还没有回到葫龙院去啊 本来今天一早就动身了 因为禀大人有要事召见 所以 陆大牛 大人 小人现在已经改名叫是大牛了 好了 不管你什么牛了 我来问你 这十二年来 你到底追查出些什么了 我 陛下 我实在是个大笨蛋啊 本来我就记不清别人的相貌 还有长相 如今十日已久 我这脑子里啊 是一团江湖 现在 就是黄曾孙和两个奶娘 从我眼前走过啊 我也认不住她呢 哎呀 这十二年 你总会有一点线索吧 是啊 我以前禀报过啊 这线索就是 是什么 是什么 刘兵乙啊 我说的是真的 现在渡城那个县城里面啊 所有的烧饼店 只要刘兵乙一出现啊 马上升一新龙啊 真的 怎么样 这总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了吧 你呀 你想想 我们两个能相信你这种无稽之谈吗 无稽 对呀 刘兵乙 他这差点无稽了 哎呀 林老 我看 现在我们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绝不能放弃 大将军的意思是 我俩 亲自往渡城走一趟 等下 等下 慢慢来 让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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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给我来两个大 各位大人 这就是渡城 最有名的烧饼 哦 是吗 大人尝尝看 那我也尝一下 不 怎么这么难吃 确实难吃 我以前也吃过 确实是难吃啊 可是偏偏就卖得这么好 这就是我曾经说过的 因为病理了 而大卖的那家烧饼店 记住 记住 只要好好干活 我跟你讲啊 老天爷 一定会照顾有心人的 我看真有点邪门 确实有点古怪 但还是无稽之谈 不管怎么说 不 我们还是先去看看那个小子 再彻底查证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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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你是 广陵王 王爷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王爷请 叔叔 广陵王来了 免了免了 我这是秘宝 不必多礼 殿下怎么会找到这儿来 听说你有个侄儿 在渡城 我想来试试 怎么样 让我猜中了吧 我有为殿下下牢的地方吗 四公公 你和张干的事 我都知道了 本来你们是投靠昌翼王的 这我不怪你 实在是情势所逼嘛 殿下如此宽容 奴才忏悔 现在霍光等人 正急着找黄曾孙的下落 我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殿下看得起奴才 奴才叮当笑全马之佬 哈哈哈哈 起来吧起来吧 谢殿下 嗯 但不是殿下 要让我做什么事啊 霍光和禀少卿都在渡城 你看 该怎么办呢 好啊 你个霍光 咱家还没有找你 你去自己找上门来送死 好啊 殿下请放心 这事就交给我了 我要把这公愁私愿 一起了断